顶着大太阳维修屋顶 因为只要一下雨 哈利玛的家就必定会漏水 以前他很幼 他每天都说 我每天都不能睡 如果一睡到下雨就坐在门外 那些椅子那些也不敢 东西全部低落也不敢搬下来 就是烦恼会漏水 哈利玛是印尼籍单亲妈妈 势力模糊 没有工作收入 经常把隔夜饭晒干了再吃 再加上唯一的儿子又入狱 生活更是吃紧 因为孩子入狱嘛 孩子入狱他需要 就是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住在沿海地区 房子受到海风吹息 容易破损 马六甲慈祭志工 不舍哈利玛 每天为天气担心 为他修善屋子 不分宗教和种族 志工的贴心让哈利玛下雨天 不再忧愁 大约新闻 吕佳佳中介明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